2001年今日 日本首相小傳純一郎 抵達北京訪問 杜勞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 對二次大戰中的中國死難者 表示協議和哀悼 國家主席江澤民 指小傳始行有一些成果 但是小傳其後 繼續參拜 供奉二次大戰甲級戰犯的政國神社 令中日關係持續緊張